亚洲最前线世界商机一把抓 全亚洲的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收看亚洲最前线 首先带您来关心今天的财经焦点 台湾财政健全方案推出三大回汇税 双新家庭一年省4800元 若和四国崛起 新兴市场投资展望 稍后财经网交点深入点评 今日我最赚来看日本最会赚钱的吉祥物是蒙雄 经济产值高达1244亿元日币 过去我们常听到金砖四国 那么这金砖四国曾经是投资客的首选 不过现在魅力不在 取而代之的是薄荷四国 也就是包括了墨西哥 印尼 奈及利亚以及土耳其 看好它庞大的市场 或者是较低的成本创造竞争优势 未来渴望成为全球经济的大国吗 在今天的财经网交点 我们要深入的点评它未来的前景 首先我们来看全球股市的表现 美国股市气势旺盛 在投资人对多头展望信心不减的加持之下 四大指数起步走高 道琼指数上涨了103.84点 纳斯达克指数也涨幅达0.69% 欧洲股市则是在星期二开低走低 截至北京下午4点钟为止 英国 德国 法国三大指数都下跌 法国的跌幅最深达0.51% 而亚太股市方面涨跌不一 日本股市星期二大幅度收高 日经指数上涨1.44% 韩国股市收盘涨0.81% 香港股市却是下跌 跌幅是0.32% 截至北京下午4点钟为止 新谷海峡指数下挫 马来西亚以及印度股市则是上涨 互战两市方面 今天小幅度的开高 随即冲高回落 地产 券商 汽车等板块 都纷纷地下挫 盘中出现了一波跳水 不止重挫超过2% 深层指隔个股 都是出现了跌停潮 好 再来看的是台湾股市方面 今天金融股持续地走软 另外呢 量能重回了千亿水准 中场拉回 那么加权指数看到是上涨 上涨了15点 不过 无力收复8600 大陆七十大中城市房价 经历了各种调控 马年开圈房价涨幅出现了 首次放缓 大陆国家统计局24号公布了 1月大陆七十大中型城市房价涨幅 虽然仍然有69个城市 延续过去的涨势 不过新建住宅销售价格年增率呢 却从9.9%降到9.6% 价涨幅首次放缓 那么似乎敲响了房市崩盘警钟 开发商在此之前 大举投资购地引发市场担心 流动性的问题 部分的中小城市库存较高的房企 一律未消 随即而来的是杭州房市打响了降价第一枪 建案接连降价破五折 引发老主顾杂点 大陆有许多家长为了考虑给孩子们更好的教育环境 通常设法来办理移民 或者是送孩子出国去留学 不过有一个惊人的最新调查却发现 其实在国外有太多是名不见经传的野鸡大学 这些学校每一年颁发的学位证书 居然有95%都给大陆人 大陆教育部还公布 包括美国 英国 加拿大等 44个国家当中 一万多所有认证的正规海外院校名单 希望防止民众再受到野鸡大学的欺骗 没有成绩要求也不用先学英文 就可以越洋拿到大学文凭 这么好康的事却是越听越奇怪 条件实在太宽松 大陆央视记者根据校方提供的地址资料找上门 却发现这里是个邮局 差不多办公室更别提校园了 这样的野鸡大学不止美国 加拿大 澳洲各地都有 就是看准大陆性的向往洋文凭的人越来越多 有些人甚至是自愿受骗上当 据统计这种海外野鸡大学每年颁发的文凭 竟然有95%都给了中国人 大陆教育部最近就公布一万多所 包括英美 澳洲和加拿大等国 所谓正规海外院校的名单 希望避免民众再受野鸡大学的唬隆 记者综合报道 大陆商务部表示 两岸货品贸易协议大部分的条文已经达成一致 双方进行八次正式商谈 而且两岸已经就彼此关注的重点产品进行充分的沟通 这项涉及双方上万项商品的关税协议 有机会如台湾期待的 赶在大陆与南韩自由贸易协定之前签署生效 中心社引述 大陆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强调 两岸业务主管部门将进一步的加大协调沟通力度 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 持续推动ECFA后续协议商谈 并且争取早日的达成协定 大陆的中东部地区 最近几天又遭到了严重的雾霾 北京天津等地区更发布了污染黄色预警 启动多项防治措施 近年来大陆雾霾的问题十分严重 中国科学院发布的分析报告就指出 燃煤和汽车燃油是主要的污染源 甚至民众煮饭还有建筑施工 都无时无刻的不再制造污染 暴布声中45公尺高的烟囱硬声倒塌 这都鉴于60年代的淡飞厂 因为设备老旧 近年来造成的污染越来越大 移除之后预估咸阳市排放的氨氮污染物 每年可以减少至少800吨 大陆雾霾问题严重 根据中国科学院最新的分析报告 污染来源最主要就是燃煤 其次是汽车和燃油 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再制造污染 包括农业建筑装修甚至做饭 根据我们的分析 它占10%到15% 每天会出现两次污染高峰 一个是中午一个是晚上 这比平常高三四倍 甚至到五倍 大陆中东部地区24号开始 又在遭受雾霾笼罩 最严重的京津冀地区 都发布污染黄色预警 启动应急方案 包括小学以下禁止户外活动 建筑工地停止拆除施工 还有易阳城车辆也必须停止运输 大陆环保部则开始派员到各地检查 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全美企业经济学家协会 在星期一公布调查显示 有超过七成的经济学家都认为 联准会将等到2015年 才会开始调高 目前趋近于零的利率水准 此外有专家表示 近来的指标显示 美国经济有趋缓的迹象 但是这些指标 可能多多少少受酷寒气候影响 而要等到美国二月就业报告公布的时候 才会显示美国经济的实际基本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重要经济顾问 本田月朗在星期一指出 就判断是否需要货币政策加码宽松来说 日本央行可能在五月面临关键时刻 本田担心四月调高消费税以后 日本经济就可能失去动力 是不是在加码宽松 将密切地观察各个经济指标 日本央行将密切观察股价 汇率 通膨预期 消费者信心等等 来做成决策 MWC大展开展的第一天 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和执行长周永明 亲自到了西班牙举办中阶智慧新机 Desire 816个别发表会 并且也透露 三月二十五号的年度发表会 绝对会让大家惊艳 一月二十五号的这个 Lunch呢会让你surprise 而且真的是会让这个 全世界最好的首席变得更好 很多的营运商看到我们东西 都非常的惊讶 觉得是HTC 真的是值得支持的公司 我们第二季会获得 是的 转换手标或者是其他会更创进的 我想这件事情就让你再期待一下好了 很有信心第二季的财报数字会转亏为盈 这次发表会 王雪红首度亲自上阵主持开场 似乎是在为伦敦的发表会先行暖身 这次推出的中阶机现场不透露价格 不过预计三月将会在大陆开卖 MWC这个重头戏呢 三星新一代机皇S5正式的发表 防水指纹解锁 还强化拍照以及省电功能 不过在今年除了S5是主角之外 穿戴装置其实也非常的强劲 三星一口气推出了三款 其中包含可以弯翅的这个面板 强调在运动的时候呢 也可以贴近手腕量心跳 全球上千家媒体到场 三星最新机皇S5终于公开亮相 这是MWC世界行动通讯大展最大的重头戏之一 规格是5.1寸荧幕 逐镜头1600万画素 IP67防水防尘 一公尺水深可以浸泡30分钟 这是Galaxy系列首度出现的防水机种 最近很夯的指纹解锁也是标准配备 还可以用作行动付费的身份识别 那这次发表会的主角 不只是年度机王S5 三星这次一口气发表了三款穿戴式装置 现在在我手上的这一款就是Gear2 和第一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镜头的位置 是从表带呢 移到了主要的机身 这样子我们在拍照的时候 戴在手上 按下这个camera的按键 就可以把前方的景物拍得相当清楚 可玩是面板三星的首次应用在穿戴式装置 现在呢我把它戴在我的手腕上 当我在运动的时候呢 我可以侦测我的心跳 也会更加的准确 在第二季的话 特出更多的商品线 那我相信越多商品 更多不同的价格带 那效果对这商品更加认知会更多 那我想年底之前有机会 可以打爆发的时代来临 拍照防水语音通话 结合健康功能 穿戴装置商机 日本韩国大陆台湾业者都不想缺席 也让这次MWC展的电子大厂发表会 纷纷吹起穿戴新风潮 记者是小佩曾建勋 在西班牙巴塞隆纳采访报道 三星在去年推出S4 但是销售却不如外界预期 今年的机皇S5 究竟能否让这位南韩电子龙头再创高峰呢 中天新闻的记者在西班牙巴塞隆纳发表会 对现场抢先实测S5 拍照对焦可以前后变换 还有一款HDR功能 可以说是逆光的旧星 拍照出现不完美的阴暗面呢 如果用了HDR就可以让模模糊糊的小细节 也出现亮度均匀的情形 那糊糊的Galaxy S5 三星星以代机王现在在我手上抢先实测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打开的是这个相机的部分 那它最主要的有个功能呢 就是可以直接变换前后景深 拍完照对焦还可以前后变换 另一款HDR功能也会让爱拍足眼睛一亮 可以说是逆光旧星 拍照的时候常常会因为光线 出现不完美的阴暗面 HDR的功能就可以在拍照的时候 事先调整好 让小细节也亮度均匀 照片更完美 S5另一个很重要的装具 就是健康功能 这里有个S Health 我现在把它点进去之后 再把我的手指头放在后方的感应器上 它就可以感测我现在的心跳跳多少 比较S4和S5仰带机网有什么不一样 首先S5比S4略大一点点 接着呢最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来看后盖的部分 S5呢是稍带一些皮革的质感 S4则是比较塑胶的感觉 在功能方面 S4最大的卖点是悬浮触控 眼球翻页话题性十足 但反观S5强化拍照和健康管理 还有省电功能 主打更贴近民众的生活需求 我认为非常有趣 因为有新的功能 例如指头刷 你能够取得更好的照片 这些人会觉得非常有用 Samsung反正 去年三星S4销量不如外界预期 第四季更首度出现 近两年来盈利下滑 最新既往S5 能不能让三星这个南韩电子龙头 再创高峰 备受瞩目 记者是小佩曾建勋 在西班牙巴塞隆纳采访报道 美国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执行长爱德森 周一在东京记者会中表示 看好日本计划在未来几年之内 让赌场合法化 准备好进军日本博弈事业 爱德森说 金沙会不惜代价投资日本 就算金额高达100亿美元 金沙有意愿在东京 或者是大阪西部等大城 投资赌场饭店 未来将会在东京招募人员 但是并不考虑在冲绳等 这些交通不太便利的地方 来设置赌场 华尔街日报周一指出 菲律宾的高电价与能源供应 不稳点等问题成为国际资金投资的两大阻碍 菲律宾官方坦承在2030年之前 每一年还是需要额外 1000百万瓦的电力 才能够符合各界的能源需求 菲国是东南亚国家之中 唯一没经过政府直接支付 或者是以燃料折扣等方式 补助电力公司的国家 加上电力开发能力很低 低于马来西亚跟泰国 台湾的税制出现重大变革 财政部宣布要推出财政健全方案 最重要的是 纵索税薪资扣除额 要从现行的10.8万增加到12.8万 预估646万人能够因此受贿 纵索税进额超过千万的有钱人 税率最高要上修为45% 预估一年可以替国库进账近百亿 也被形容是以付济贫的富人税 另外金融营业税也要从2%调高为5% 可以替国库增加285亿元的税收 每年缴税让不少民众压力好大 但现在财政部修正税法 未来一般上班族税可以少缴一些 而口袋深的有钱人要多贡献一点 顾名思义要有钱人多回馈 财政部规划 综索税扣除额要提高2万块 从10.8万增加到12.8万 多达646万人能受贿 身心障碍扣除额也要提高 有51万人能受贿 少收税金将从富人身上补 总索税金额超过千万元 税率增加一个急剧 最高税率从现行的40%要提高到45% 多达5%税金 虽然只影响大约9500人 但国库却能多进账99亿 像是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先前都公开支持富人加税 除了有钱人多缴税 买股票的股民也要注意 两税合一之后 股利扣底从百分之百降到百分之五十 例如分到一万块股利 原本全部能抵税 现在只有一半能抵 金融业也要加税 金融营业税从百分之二 恢复到先前的百分之五 预估国库能多收进285亿 国内税制出现重大改革 被形容像是以赴祭贫 对一般民众来说 能够减轻负担 就是好事一桩 看着今年台湾的车市 回温顶级跑车代理商 大动作的赤资上千万元 在台北精华地段买地 打造展示空间 独家摆放六台顶级超跑 甚至还能够客制化车款 要价上千万的新款跑车 还没有上市 而且连定价也都还没订好 全台湾已经有60部订单了 那么也因此让厂商感到非常的惊讶 为了要抢顶级市场 另一家车商花了2000万 打造长行跑道展示中心 准备要冲冲买气 顶级跑车代理商 花上千万元 在台北内湖买地 打造这个展示空间 就是要抢攻台湾高端消费族群 外头的装修工人 加快速度赶工 顶级超跑车商 打造全台第一家符合品牌 全球规格的摆平展示间 一共摆放6台跑车 从上一代的大牛车 到已经停产的小牛车 每台都是经典款 还有独家赛车专用的车款 黄色外观 流利线条 只供客人欣赏 不提供贩售 如果想看新款内装配件 展示间也能摸得到 还没上市的新车 能通过电脑自己动手配色 从外观到内装都能可置化 车商邀请顶级客户参加私密赏车会 新款小牛车还没上市 连价格都没定 全台就有60张订单涌进 高消费能力让车商相当惊讶 一年全球只生产2000台跑车 光是新款小牛车 才两个月全球就有700台订单 计划会就是往中部跟南部 就是在建立一些展示中心 所有的一些线条 都是采用铝合金 看准台湾第一季车市回温 顶级车市交易热络 另一家国际车商在新北市板桥 赤资2000万打造 长行跑道展示中心 一共放了9台车款 也要抢攻顶级市场 我们采用了全亚洲 唯一的一个赛道式的一个 地板的一个装饰 所以我们把车子一字牌 开放在展间里面 它就像是在赛车场上面 一排蓄势待发的赛车 这家国际车商一月份卖出 449台车子 创单月新高 顶级车款市占率 要从20%拉高到25% 看得出来车市真的很旺 车身也已经准备好 充满气 广告之后回来 今天的财经旺交点单元 我们要来探讨金砖四国 如果真的是神话不在 那么薄荷四国崛起 又要怎么看 稍后我们请到 富兰克林投顾副总罗友美 来到现场做深入剖析 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亚洲最前线的 财经旺交点 您还记得 新兴市场当中 有所谓金砖四国 这个名词 2001年一被喊出来了之后 曾经是最热门的投资亮点 但是现在好像光芒不在 下一个潜力市场 究竟在哪里呢 大家都在寻找 而当初喊出Brick 现在又高喊Mint 也就是薄荷四国 发展出这个海外贸易的话 是不是这个 接下来我们要来探讨的 这薄荷四国 是特别值得留意的几个国家 在今天我们特别 针对这个话题呢 要来做深入的探讨 我们欢迎富兰克林投顾的 罗友美副总 副总您好 玉琳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想今天我们当然一开始 为什么要谈这薄荷四国 当然就是要寻找 投资的新亮点 这薄荷四国到底是哪四个国家 我想可能还是有一些人 不是那么的清楚 而且怎么会喊出 这四个国家呢 应该有它的理由 对不对 对 Mint其实现在大家都是用 国家的第一个英文字母 拼起来 就像那时候brick 那Mint的话 M当然就是墨西哥 I的话就是印度 N就是 奈及利亚 印尼 印尼 Indonesia 对 是印尼 然后T的话是土耳其 其实我们刚刚才在聊说 I跟T拼字常常会用到 所以印尼跟土耳其 还蛮常被选到的 是 所以其实如果来看到 其实创造一些名词 我们如果看到不论有 还有林猫六国 或者是金钻十一还是十二国 其实曾经都是在金钻四国之后 被挑出来 也就是有共同的特色 这些都是在新兴市场 而且后面几个国家 也包括了非洲 你可以发现金钻四国里面 有拉丁美洲 有东欧 有亚洲就有两个 但是没有非洲的国家 所以后来的 包括是边境市场 或者是其他都陆陆续续 也有选到一些非洲的国家 所以Mint里面跟BRIC 其中有一个不一样 就是里面有奈及利亚 是一个非洲的国家 而且是非洲国土最大 人口最多的非洲国家 所以其实不外乎 这些名词是把 可能具有 其实他们有蛮多 共同的特性 就是相对 像刚刚提到奈及利亚 是非洲当中 人口最多的 所以当初BRIC在中国 印度被挑出来 就是因为他们人口最多 所以它会有成长 人均所得 如果未来经济好的话 人均所得提高 它就会促进一些消费力 所以这个BRIC 其实我们还是认为 它当初还是点对一个趋势 2003到2007 只是这些国家 在经济爆发之后 开始要转型 所以原本像是中国 这些国家原本都是以制造 而且就是制造之后 出口到以开发国家 这样子的特质 其实也慢慢的 像亚洲很多到越南去了 那这些越南 其实也是在边境市场 或者是后来新的 比新兴国家 金砖四国 更年轻的新兴市场 那这些可能Mint 其实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所谓的新的新兴市场 其实喊这个 金砖四国BRIC 跟这个Mint的薄荷四国的 其实是同一个人 就是Jim O'Neill 那这个人其实他是 Goldman的这个高盛的 首席经济顾问 那他谈 喊出这个 那薄荷四国比较新 薄荷四国好像是今年 他在接受BBC访问的时候 那他才谈到这个名词 但是你知道金砖四国 那时候也喊出来的时候 大家是Wow 就是非常的为之惊艳 所以呢大家就 等于是投资人 大家都是非常的这个追捧 但是现在在这个时节 喊这个所谓的薄荷四国 你觉得可能像当初 那样子的一个 这样大家热门再去追逐的 一个效益会出现吗 当然在时点 目前的时点可能比较不会 可是我们认为 其实还分两个角度 现在不会是因为 刚好现在的投资资金 在往欧洲美国流 而且新市场在目前 还是非常依赖中国 那即使金砖四国 目前股市表现并不好 但是市场还是相信 中国未来还是全球 最大的经济体 所以一切是等中国转型 完成到某个阶段之后 下一波的经济爆发 这个是大家还是 还是认为是会发生的事实 所以我们只能说趋势 如果来说高盛所喊的 会不会是一个 未来值得留意的新经济体 我们认为这个题材或许是 但是是不是一喊一个题材 投资人资金就要马上去追 但是就不一定 所以我们认为 这只是在点出来 金砖四国开始 已经经济大爆发之后 他们开始要转型 那下一批 我们要留意的新市场有哪些 我想这就是Mint 或者是在边境市场等等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这几年 事实上边境市场的表现 如果以指数来看 也的确比新市场指数 表现好很多 是 由美我们可不可以来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来检视 就是说我们刚刚其实谈到了 你有几个 有四个国家吗 四个国家当中 我们先挑 比较相对被看好的国家来谈好了 我知道其实像这个新市场 教父 或者甚至另外 有一位债券的这个教父 这个也是算是一个 天王级的人物 那他们也都有 就是独中于这某几个 而不是说四个国家都看好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您来 帮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四个国家当中 我们相对比较看好 墨西哥 以及在奈及利亚 是 那墨西哥 受惠于美国经济复苏 这个是最明确的 因为在以往 墨西哥已经是 美国最大的进口国 所以很多 美国一旦复苏 其实很多的 包括就业 包括一些进口 其实从墨西哥 是受惠最大的 那墨西哥其实以往 它也 今年也在做了一些 继续民营化 或者是一些能源改革 所以如果可以让它的一些 劳动的成本再更降低 其实它本身 也有在做一些改革的话 这个就对于外资的流入 或者是在投资展望上面 以及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 都是有更有利基 所以它像它最近做的 一个能源改革 其实消息公布之后 债性马上又被调升 另外也预估 能源改革之后 也就是让更多的民营企业 可以参与能源 这个产业的话 其实预估也会加入 很多的资金投入 就有人愿意出钱 再来投资 所以预估会攻减GDP 一个百分比 所以如果以目前的GDP 大概百分之三的话 其实就GDP的趋势是往上走 所以你就可以发现 金砖四国里面 现在都是面临GDP 开始变迟缓的一个状况 可是在Mint里面 我们看到墨西哥 似乎就是相对于巴西 已经开始有一些需要调整 而且高通膨的状况 而且GDP是往下修 只剩下百分之1.6左右 但是墨西哥却可以 GDP有百分之三 甚至有再来往上的一个趋势的话 这就是受惠于美国 跟它本身有一些改革 跟制度化 所以我们看到新英市场 甚至其实蛮重要的 都是在政策 因为大部分的新英市场 都是从原本比较封闭 然后它慢慢怎么样建立制度 慢慢怎么样开放 让一些资金进来投资 然后如果资金流走的时候 又不能影响到国内太多的 这个汇率的震荡 像现在有很多东南亚 东协国家 其实为什么我们相对 比较没有那么看好印尼 其实它就是面临 当初金砖四国的题材 还有美国印钞票QE 最受惠的就是资金 全部热钱流到东南亚 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 包括连印尼 还有菲律宾 泰国 本益比都还是有18倍 虽然已经市场跌这么多 可是资金还是有撤出的压力 而撤出之后 其实印尼是相对本身体质 比较不好的 也就是说我们说经常账 经常账是赤字表示 这个国家并没有储蓄 都是依赖可能要借钱来融资 它短期的花费的需求 所以如果来看到印尼 它其实有很多 新市场的经济体 就是没有办法承担资金 流入之后流出 它就开始汇率呈现震荡 或者是出现了一些高通膨 政府就开始手忙脚乱 所以我们看到新市场这一波 相对汇率贬值比较大 在资金回流美国之后 让市场比较担忧的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 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看好印尼 但是奈吉利亚的话 其实我们新市场的教父 莫比尔斯就特别的看好 因为奈吉利亚也是资源非常丰富 也是非洲很重要的 全球第四大的石油出口国 所以它其实本身的矿产非常的丰富 那其实它体质就非常好 虽然它是个非洲国家 这个国家因为它自己很有钱 所以它的负债占GDP只有20% 美国是100% 所以那经常这样它是盈余 因为它石油出口 它是这个国家是赚钱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 它的债性虽然只有两个B 其实两个B也还好 并不是C等级 但是它的利率有12% 它的利率是说投资 他们的债券的利率 所以在奈吉利亚的话 我们在股票跟债券 都觉得它是很好的 一个投资标的 所以如果来看到 那最后一个是Mint当中 土耳其也是刚刚说的 去年2013年 全年度的汇率贬值 是一成以上 汇率贬值非常大的原因 也就是它是石油进口国 所以它的缺点是 的确有时候 它经济富足的时候 必须进口非常多的石油的话 造成它经常这样是赤字的 但是它有一些观光等等的 其实来看到它目前 主要是因为体质差 受到资金外流的影响 造成它汇率市场的波动 这个是比较值得疑虑的 不过我们综合看这些市场 其实在土耳其印尼 都是刚刚提到 因为经常这样是赤字 但是如果之后 它们能够慢慢稳定下来 其实我们认为资金 或者是撤出的速度减缓的话 它们能够让本身 原本有的优势 能源或者是观光等等的 收入可以增加的话 其实它们还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Mint四个国家 都是非常年轻 跟金转四国一样 都有非常年轻的人力 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 然后有一些资源丰富 或者是本身有不错的条件 那这个都是如果用更长 五年 十年 这种比较长期趋势来看 其实我们认为 它还是慢慢还是会有机会 这个调整期的话 体质差的就是跟着中国 要调整久一点 但是如果相对这一波 比较没有受到中国一迟缓 它就受到影响的 其实最明显就可以看到 像巴西 澳洲 都是当初跟着中国 大量用能源矿业上来的国家 其实现在也都跟着要调整 但是其实有一部分 比较独立的 墨西哥就靠着美国就好 那在非洲的话 奈及利亚本身自己的腹地 就是非洲这么大 那其实相对这两个国家 就是我们认为 它并没有受到全球 负面的影响 或者是新市场的 负面影响这么大 但是它反而是 新市场当中 相对比较受惠于 已开发国家 成熟趋势之下 能够继续能够去成长的 对 而且其实我看到 2018年之前 这个墨西哥渴望成为 美国最大的进口国家 所以美国的景气一上来 其实墨西哥 它的连带的 也跟着这个受惠 这是大家相对比较期待的 所以在这个Mint四国当中 包括了墨西哥之外 另外还有就是 非洲的奈及利亚 等一下我们还要继续来探讨的 就是除了新兴市场 这个焦点之外 另外还有所谓的 Frontier Market 边境市场 边境市场 其实大家相对是比较陌生的 但是这个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的 投资前景 非常看好的一些国家 稍后回来 我们继续请教 富兰克林同步的 罗优美剧总 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亚洲最前线的 财经旺焦点 在今天呢 我们在刚才特别谈到的 就是薄荷四国Mint 喊出这个口号的 跟喊出金砖四国 同一个人 但是这个效益 到底会如何呢 恐怕不急于 像之前的 喊金砖四国的时候 如此让市场为之惊艳 可是呢 这个副总特别谈到 你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值得留意 这个薄荷四国的 一个投资前景 那么四个国家当中 其实尤其比较看好的 大家比较有共识的 就是包括什么呢 除了墨西哥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非洲的奈及利亚 奈及利亚 其实我看 其实也有专家 特别看好 也提出了几个重点 尤其像是这个 富兰克林这个里面 新市场教父 莫比尔斯先生 那么他之前 其实也有 特别花了一些时间 跟大家分析 奈及利亚这个国家 可不可以请 这个副总再补充一下 其实奈及利亚 他看好的原因 除了刚刚提到 他是全球第十大的 石油出口 那其实他的一个 本身政策上面也 政治上面 也逐渐的稳定下来 那其实就产业 其实我们投资的话 主要就是看 他里面已经开放 哪些产业可以进去 其实在经济体 逐渐开始发展的话 一定通常社会的 就是金融业 因为他开始贸易 有开始开放 有一些贸易开始成长的话 金融业 接下来可能就是通讯业 包括人口比较多的国家 如果因为刚刚提到 奈及利亚是非洲 人口最多的国家 其实人均消费 慢慢成长之后 开始就要买手机 如果用手机的 他们网路发达吗 其实他们有时候 是跳跃式的 不像大家 我们以前从雇往 然后慢慢才转型 就像现在大家 去大陆都知道 直接大家都是 直接就手机了 所以在网路通讯 所以这也是提到 它是一个设备上面 他们会一步到位 如果外资资金一开放 所以在通讯的话 如果来看到 手机普及率 我想在台湾 甚至有一支 到两支以上的手机 美国也是90成以上的 但是在奈及利亚 其实只有四成左右 的一个普及率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有一些成长 一些内需 或者是有一些机会 是逐渐在形成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的确你刚刚提到 它有些设备 还没有到位 但是它GDP 竟然是7% 所以新市场教父 也去那边实地的勘察 他说这个国家设备不足 还会缺电 GDP竟然还7% 如果它的电力设备 都已经完善 整个设施基础建设 开始完善之后 那GDP应该是更高的 所以他也是用 这个角度来看说 这个国家有没有潜力 所以只要配合得到 一个国家 它逐渐开放 那基础设施完备 其实外资就是逐渐会进去做投资的 所以我想 耐吉利亚 我们也是先着重看好到一些银行股 然后一些通讯类股 那其他就可能是工业类股 所以这都是新市场在开发的初期 会非常重要的几个 而且会受惠的几个产业 而且好像往往像这一类的国家 他们都有一个脉络可循 就是原来你所看到的 都是由这个产业 是由国营事业为重 可是后来它会慢慢的开放 对不对 私有化其实会是一个 就是第二波的题材 很值得留意的一个题材 对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墨西哥 它就开始走这个题材 因为它如果是在石油出口 赚了这么多钱 但是它也是 并没有把它民营化的话 其实效率还是会降低的 所以这也是它后来 如果再来国营企业 慢慢的民营化 民营化的题材 其实一定会有一些资金 为去投资 墨西哥就是转到这个题材 但是如果相较起来 墨西哥的确是新型市场当中 算是表现比较成熟一点的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那奈及利亚就是非常明显 在边境市场当中 非洲市场的一个代表 对 其他包括非洲当中还有卡达拉 甚至东欧当中哈萨克 这也都是莫比尔斯 其实亲自有去拜访 也是认为是在边境市场当中 是有独特的一些利基的 所以简单来说 其实边境市场 它在全球 如果看土地跟人口 都占了将近四分之一 你看非洲这么广大 跟东欧中间这一片 这么大的土地 这些都是算在边境市场的话 其实我们如果看到的GDP 占全球 其实也有将近百分之八了 这个跟过去几年 从百分之四百分之五 慢慢的成长上来 但是如果来看 股市的市值呢 确实只有占百分之二 也就是这个市场 毕竟需要有一些资金投入 已经要几家公司之后 才会开始有交易所 然后可以开始交易 慢慢市场开发之后 连边境市场指数 都是最近几年才开始有的 而且好像过去一年 它的投资的这个报酬率 就是它的表现比新市场还要高 是不是 对 如果来看到2012年以来的话 边境市场指数涨幅有八成 那如果来看到新市场的指数呢 如果就整个市场的表现 奈及利亚有八成 那边境市场指数 大概是三成左右的一个涨幅 所以如果来看到这中间的差异 就是边境市场 已经比一般新市场好的原因是 一般的新市场包括了 刚刚全值蛮重的金钻四国 还有一些包括亚洲有很多国家 其实这一波股市资金 在撤出的时候 的确都伤到一些股市的表现 那边境市场其实 为什么说QE跟它无关 因为当初QE印钞票资金 就进边境市场就没有那么多 而且我们也发现 股市之间的相关性 其实竟然边境市场的波动风险 是比新市场来得低 因为这些市场 边境市场根本之前 没那么开放 它并没有让那么多的外资 进进出出 它可能限制也比较严格 所以就发现 其实如果来看到亚洲 你如果说我们跟韩国 跟中国的联动性 股市联动性 我想你就是八九成 但是如果边境市场 纳进来大约相关系数只有五成 因为大家都跟着美国跟中国 这两个市场 来做隔天股市的反应 对 所以其实反而国跟国之间 边境市场当中的国家 相关系数反而没那么高 波动风险反而没那么高 这也是这一次 为什么回顾2012年这一波以来 新市场一片哀嚎 但是新市场里面的新一代 也就是边境市场 表现反而相对不错 是 那副总我们回到现在 当然大家都在看 就是说现在一看 已经是二月份了 那么2014年的这个 第一季 事实上还有一段的时间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到就是 其实呢 这个大陆股市目前看起来 还有点略微在修正 那么可能很多人对于 他的这个债务 还有包括影子银行 这些议题其实还是颇为担忧 那么但除此之外 我想在这个投资方面 可能要给大家在一个 比较宏观的一个看法 因为毕竟现在大家对于 这个成熟国家这个市场 还是非常的关切 您可不可以来谈一下呢 如果就资金 如果你要看顺着资金流向来做 就是顺势而为 资金的确还是流向欧洲跟美国 今年应该还是会持续这个状况 可是如果来看到新市场 我们认为距离上一波 它2002到2007 上一次的确它是经济大爆发 但是之后要开始经历过 结构性的调整 你可能必须要用 比较常见的心带来布局这个市场 那其实我们也认为 你可以选择 其实我们还是看好中国的 如果金钻四国里面 我们认为中国要好 其实俄罗斯 巴西 拉丁美洲 要受贿 其实就比较容易 但是如果又单一国家 来做比较的话 其实中国还是这金钻四国里面 我们认为相对体质比较好 而且经济的发展趋势上面 修正之后未来会变好 就是未来还是会终究成为 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这个趋势还是蛮确立的 所以中间只要看到 在政治上的稳定性 其实也是这几个国家当中最好的 所以这几个国家 我们认为其实谈那么多 其实很重要还是政策的确定 政权的稳定 可以发现很多 刚刚提到有些国家 其实他们就是因为会有 政府官员的贪污 或者是政变 这些其实都是对于政策 无法延续 跟外资不敢进去 很大的理由 所以如果比较起来的话 我们认为中国 只是面临经济结构的改型 它的时间表 还是可以期待终究会出现 那所以我们认为 如果在新市场要选择 愿意做一个三年五年 比较长期的布局 那其实定期定额 是非常好的方法 那你可以优先选择亚洲小型 其实我们发现这一波 除了边境市场表现比 一般的新市场来得好之外 大小来比的话 小型又表现得比大型来得好 所以其实小型股的话 已经特别选定了 包括在东北亚 像是韩国 台湾 中国 其实选择一些比较内需的话 其实就没有那么受到 中国景气趋缓的影响 所以其实如果投资人在选择 我们还是优先建议 布局以东北亚 以韩国 台湾 中国 这些为主的亚洲的小型 可以做优先的选择 那美国呢 对 如果是欧美的资金 我们认为美国 欧洲 或者是用欧美都在里面的 全球型股票 那其实这些都是 其实它本来就是核心配置 还是一个核心配置 它是一个核心配置 因为它就是最分散 而且刚好欧洲美国 我们也认为 是在景气附属的轨道上 是 好 我想今天我们花了一些时间 来特别观察 这所谓从薄荷四国 再到边境市场的一个概况 那么也特别谢谢 富兰克林投顾的副总 罗友美罗副总 今天来到现场 为我们做深入的点评 广告之后回来的 今日我最传 带大家来看看 日本最会赚钱的吉祥物 是谁呢 经济产值可高达 1244亿元日币 肯定稍后的亚洲最期限 欢迎您回到 亚洲最前线的 今日我最传 在日本有一只模样 看起来笨笨的黑熊爆红 它是来自于熊本县的萌熊 根据日本央行统计 萌熊诞生三年以来 创造出来的经济产值 高达1244亿元日币 堪称是全日本最会赚钱的吉祥物 又萌又呆的大脸 眼睛上挂着大大的腮红 更是正直标记 当前日本最红的吉祥物 不是Hello Kitty 也不是哆啦A梦 而是来自熊本县的 Kumamon 萌熊 胖胖的黑色身躯 趁着小雨伞 萌熊献出她的歌坛处女秀 在镜头面前耍萌拍MV 还跳着可爱的萌熊体操 简单又无以头的创意迹象物 技能小兵力大功 成为熊本县最赚钱的金鸡母 根据日本央行统计 2010年3月诞生的萌熊 短短三年间就替熊本县 赚进1244亿元日币 折合将近354亿台币的产值 增加了上千万的就业机会 但一般人很难想象 萌熊爆红的幕后推手 竟然是熊本县的一群公务员 熊本县本来在日本知名度并不高 为了提高人气 推动观光 熊本县欠辅提案 打造卡哇伊的萌熊 还让他担任熊本县的宣传部长 萌熊不光会耍萌 外表看似笨拙的他 其实动作相当敏捷 不但能上山下海跳坛翻床 甚至泡温泉 一般吉祥物做不到的事情 萌熊通通逮救补 超领人化的吉祥物 成为萌熊高人气的关键 萌熊不但一举拿下 2011年最受欢迎的在地吉祥物冠军 根据行销公司 Character Data Bank调查 萌熊诞生短短三年来 甚至打败可爱教主前辈 Hello Kitty和米老鼠 成为日本民众最有好感的角色 萌熊更被认为是开启日本吉祥物风潮的关键 他以泡而红的过程 也成为各界瞩目的行销典范 看好外食餐饮市场 台湾的饭店业者继续地扩大管外餐厅规模 价格比馆内便宜两到三成 有的甚至可以便宜一半 全台湾一年创造出上百亿的馆外餐厅商机 面条煮三分钟捞起来之后 加入牛肉淋上高汤 无星级饭店牛肉面就上桌了 光是这碗面一年就能替饭店竞争两千万 牛肉面卖的夯就连饭店卖的冷冻包 一个月就能卖到两千盒 为了让这金鸡母能继续扩版图 饭店先在馆外餐厅试水温 减餐加牛肉面 打出价格占比馆内便宜一半 一年营业额冲上五千万元 让业者打算想在馆外另辟自家牛肉面餐厅 不排除就是会在馆外这边 在研绎找新的点 那我们开设专门的牛肉面的一个餐厅 把七木瓜丝做成沙拉 进驻百货 炭烤牛肉 现炸虾片 是另一家五星级饭店主打的泰国美食 饭店业者馆外开辟新战场 价格比馆内便宜两到三成 生意蒸蒸日上 算算全台所有饭店业者馆外餐厅 一年能创造百亿商机 慢慢的趋势已经偏向于主题化 那以泰国菜来说的话 因为其实台湾人对泰国菜的接受程度 普遍都比较高 其他饭店业者还有开设超大婚宴广场 刚适应茶吃到饱餐厅家属越开越多家 除了进军百货公司之外 就连购物中心也成了业者型战场 饭店餐饮市场竞争 已经从馆内打到馆外 就连明星餐饮商品 也可能在馆外领开餐厅 成为饭店的金吉姆 记者陈建雄 车子迎台北采访不到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亚洲最前线 我是周玉琪明天见 是周玉琪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